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先做一個說明 有關於爭典的部分 還是區分委必要金跟公信 第一個 所以鐵路低下放的部分 這個鐵路地下報的部分 因為這樣的一個合併案 行政院的合併版本 的確是拆遷最少 交通衝擊最少 一個基本地形都會報導 第一個 鐵路沿線所在的台南海底 是台南市區裡面最高的地形 那水位會有往四公斤暗默 而不是會有個流動往四公斤 連續地域還有申請補償容積 這個補償容積是從他們拆除掉的部分 在圍繞三十 百分之三十 讓他們可以到新的土地上 各位議員 各位朋友 我非常感謝 是就位朋友的一個信任 跟他們的指派 讓我做最多的一個代表他們的發言 我們昨天晚上在行政院前面 和我們一起開會 我們開會的結論就是 在這樣的開會的形勢底下 任憑我們說破的準 任憑我們在提呼很多的論述 其實都是沒有用的 因此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決定 讓今天的會議 將會是台灣都委會 歷年來開會 最安靜 最順利 最沒有雜音的一次會議 等我發言完之後 我們也會集體的退席 我們要讓民進黨新政府 創下一個歷史的紀錄 也就是都委會的開會 是最順利 最平靜 最沒有雜音 我底下 僅代表自建會 發表三項 成功的觀點 第一點 這是憲法層次的問題 這是基本人權保障的問題 看請大家一定要從這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當三年前 大法官過出709號試憲文 宣布都市更新條例 三個條文違憲 並要求一定要履行正當法律程序 並且一定要舉辦聽證會 三年前 就在兩個禮拜前 大法官再次做出試憲文 認為四地重劃有七個條文違憲 因此他們做出七三九試憲文 同樣要求要履行正當法律程序 要舉辦聽證會 因此 對人民基本權力剝奪更為嚴重的土地徵收 難道不應該舉辦聽證會 難道不應該舉辦聽證會 當都更跟師弟重劃都應該舉辦聽證會 為什麼土地徵收不應該舉辦 第二點 請讓我再有一分鐘的時間 第二點 從大法官第四百號 大法官第七零九號 大法官第七三二號解釋 我盼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財產權不只是金錢 在這三號大法官解釋當中 都把財產權也視為生存權 跟基本的人性贅 所以各位委員 你將要剝奪的是他們的生存權 跟人性贅 判請一定要從這個角度 所以土地徵收 其實是台灣長久以來 被護士的一個死刑 我要跟各位講 一般的死刑 我們還給他們三級三審 甚至非常上述的機會 但是面對這些沒有犯罪的民眾 我們卻採取這樣的輕率委員會 由專家來決定他們的命運 各位覺得這樣是 第三點 時間上的關係 我要說 我很有資格說 我是台灣農村陣線的理事長 四年前 土地徵收條例在修法的時候 請不要這樣 四年前 土地徵收條例修法的時候 為什麼會增加第十條 讓特定農業區 有重大爭議 一定要舉辦聽證會 那是因為我們台灣農村陣線 提出的修正版本 我們的修正版本 也獲得民進黨當時候的同意 其實我們當初的版本 是只要土地徵收 余力應該舉辦聽證會 後來因為國民黨 立法委員 國民黨政府的阻撓 所以最後把它獻說 只有在特定農業區 有重大爭議 才需要舉辦聽證會 我以台灣農村陣線 理事長的一個身份 我要把這個歷史 在這裡向大家公開 也就是四年前 民進黨是完全支持 土地徵收 應該舉辦聽證會 政治人物不能夠著視減肥 措施政治人物必須要有誠信 沒有誠信 就無法立國 我判請我們在場委員 了解以上自救會 要跟各位做最後的三項陳述 拜託大家能夠好好的思考 這是一個憲法基本人權保障的過程 我再度向自救會的朋友 致敬謝謝你們四五年來 這樣你們堅持 我想我們現在就安靜的會場 我們讓這些都委會 創下歷史上的紀錄 我很感謝主席 感謝各位委員 多位朋友的一個聆聽 謝謝 我這樣可以自救會的朋友 我們就要離開了 我也祝福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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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